说到慈禧太后这个名字,想必各位都不陌生,甚至说是耳熟能详,慈禧太后,叶和纳拉士,她是晚清政坛中的风云核心人物,晚清的各个事件中几乎都可以见到她的身影,可以说是参与了晚清的全部历程,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应该是顽固守旧,追求奢华,心狠手辣的老太太。 历史也证明了,她确实具有这些特点,她在临死前秘密做了件十分害人的事,这件事直到2008年才为人所知,她做了什么十分歹毒的事呢?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 欢迎订阅观看。 鸦片战争后,清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进入了屈辱的近代史,之后的清朝一直到辛亥革命被推翻,这段历史被称为晚清,鸦片战争并没有警醒国人, 虽然有林泽徐等人开眼看世界,但是这并没有什么改变,让统治者和高层官员做出改变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既有英法联军的外来入侵,又有太平天国的内乱,真的是内忧外患,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前,咸丰皇帝就前往热河避难,他本就体弱多病。 特别是在听说袁明元被英法联军给一把火烧了的时候,更是弃火攻心,直接一并卧床不起,咸丰皇帝这一并,便让八大臣来代理处理朝政,这八大臣处处看一心不顺眼啊,自然而然也是处处和他作对,故意给他使绊子,耍心眼。 慈禧他和一心曾有过一段感情,不过最后不了了之了,他虽然这时候作为一贵妃,但他丝毫不能并不能看成昔日的情人受人如此折磨,于是慈禧也便偷偷几次帮助一心渡过难关,但这也让他落了把柄,但这时候咸丰已并重不起。 又有东太后等人给慈禧求情,慈禧也便得到了咸丰的原谅,咸丰过世后,安排了宰纯做继承人,也就是同志皇帝,但是,肃顺等人在咸丰的遗诏中偷偷夹了,一切事已得经过他们八大臣的同意,但是,同志那年才年仅四岁,四岁的孩子能安排什么,所以都是由他的母亲慈禧来发布诏令。 八大臣对于慈禧一人发布诏令,自然是预料之中的,毕竟同志是慈禧的儿子,所以在遗诏中还加了一句,虚东系太后共同同意才能执行,这一点也是限制住了慈禧的发挥。 他的思维和东太后是有着些许不同的,东太后偏温和一些,而慈禧有些偏激,这也是后来他们所决裂的原因之一,当然了,此时他俩还是齐心的,毕竟当前最大的拦路虎是这八大臣,所以,他俩联合一心, 在信永年解决了八大臣,扫清了当时清廷内部的障碍,以及洋务运动发展的阻力,这件事的发生,同时也为慈禧太后掌权做了铺垫,不得不说。 慈禧办事确确实实有水平,在有公亲王一心他的主持,以及地方官员的能干,当时更是出现了一阵子兴盛的景象,也被称为同志中兴,不过可惜的是,同志因为体弱,英年早逝,他也没有子嗣,慈禧便让他的侄子,爱心觉罗, 在天来继任,他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光绪皇帝,光绪同样是年轻继任,这个时候,多半还是由慈禧来决定做事,他对于光绪也是煞费苦心,慈禧对待光绪是相当严格的,对他少有笑脸,光绪他是一位有报复的皇帝,再看到甲午的战败,内心也是十分急切的。 这时候,他看到了康良二人所提出的变法建议,也就接受了变法,慈禧看到光绪如此有报复有想法,觉得该让他去掌权了,同时也觉得自己也该退隐了,便搬到了颐和园去住,偶尔来听光绪前来报告,并给他予以指点。 虽然朝中大臣大多也赞成变法,但是变法的很多内容对于他们不利,甚至说想要置他们于绝境,这是让他们产生担忧情绪的原因之一,时刻担心哪天自己饭碗掉了,同时,变法虽然大刀阔斧,但大刀阔斧的弊端也很明显,步伐走得太快。 忽略了客观规律,由于每天颁布的法令太多,经常是招令戏改,所以很多措施地方官员并不执行,他们也不清楚皇帝是想要干什么,只好先观察动向,而支持变法的康良一派人,总认为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其原因之一便是守救势力太多,他们还觉得慈禧和荣禄是真正限制了他们变法的最大敌人和最大守救势力。 这时候,光绪秘密写了个密照,是想要寻求康有为的帮助,但谭四同却拿着这个密照找到了袁世凯,并要求他发兵围住颐和园捉拿慈禧。 此外,谭四同还强调这是光绪的意思,袁世凯一听到这消息后也是吓了一跳,他也是没想到,搞变法的康良一派人居然想着要闹这般大动静,但谭四同口说无凭,袁世凯没看密照也没见光绪怎么能知道真伪,袁世凯也是, 他也是精明人,表面答应了谭四同,同时又接着汇报给了荣禄,荣禄知道后也是大为震撼,紧接着报给了慈禧,慈禧得知这一消息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万万没想到光绪会想着要了自己的命,虽然这确实是存在着误会的,光绪本人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但谭四同说的话让慈禧产生了很大的疑心,所以慈禧接着废除了变法,并且关押了光绪,自己重新掌控朝廷,在慈禧生命垂暮之际,他感受到自己时日不久了,但他也感受到光绪能比他活的时间更长,他还是很担心,在他过世后光绪会对他进行怎样的报复,虽然他和光绪有着亲戚关系,但经历过上次的变动之后, 两人的隔阂也是越来越大,更可谓是深仇大恨,更何况慈禧关押了光绪差不多十年,慈禧也是几次派人给光绪送好吃的,光绪也知道慈禧会对自己下手,对慈禧送来的食物也是谨慎在谨慎,吃之前都要用银针试试读,但天有不测风云,测了那么多次没有中,这一次不知是没测还是没测出来,他便放心吃了,可谁知道,吃下去便要了他的命,到了2008年, 专家对光绪的头发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体内的披霜含量超标,也就是说慈禧在临终前还对光绪下了大量的披霜,这可不为之不狠心啊 归根到底,慈禧和光绪还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戚,亲戚之间还会如此做事,又怎么能不留下诟病呢? 众所周知,紫禁城是明清时期的皇宫,是皇家所居住的地方,现如今北京的故宫成为了北京的著名景点,对大众开放,虽然对大众开放,但是现如今的故宫也是经过修复过的,甚至有部分地方是不对外开放的,曾经皇帝所居住的紫禁城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一百多年前,有一个日本人用他的相机拍了许多关于紫禁城的照片,记录了当时真实的紫禁城 在1900年,由英法美俄德日一奥组成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当时慈禧让义和团协助抵抗,但在八国联军的先进武器之下,伤亡惨重,节节败退,眼看着八国联军就要攻入北京 慈禧竟以西兽为由,带着光绪等人出逃北京,一路逃到了西安,光绪慈禧都逃跑了 义和团和部分大臣的抵抗决心也动摇了,没多久,八国联军就攻占了北京 这时候联军的首领瓦德西等人,也就顺理成章地住了紫禁城一段时间 他们在紫禁城,不由地感叹这紫禁城的金碧辉煌 也不由地感慨,清朝统治者居住在如此奢华的环境 各国也露出了他们作为侵略者的獠牙,各国各顾各的烧杀抢掠 洗劫了圆明园和颐和团和团,还有紫禁城 在紫禁城还没被破坏前,有些外国人出于对清朝的统治者所居住的紫禁城充满了兴趣 所以趁这个时期禁城拍摄了许多照片,记录了很多关于当时紫禁城的照片 这里面最著名的便是日本的建筑师伊东中泰和摄影师小川一珍 他俩跟随着八国联军一同来了北京,并进入紫禁城拍摄 那个曾经极具神秘,极其庄严的统治者居住的地方 伴随着他们照片的拍摄,也是第一次真正展现在了大众的眼前 他俩在紫禁城被破坏前,将紫禁城里里外外拍了个遍 可谓是拍了个底朝天 他俩拍摄的照片,展露了真实的紫禁城的样貌和内饰 也是较为原始的紫禁城的模样,在后来的各种战争中,紫禁城也遭受到了大大小小的破坏 现如今的也是修复过后的 他俩所拍摄的时候,距离慈禧带着光绪等人出逃 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门口的杂草丛生,台阶上也长满了杂草 紫禁城内更满是沧桑破败模样 为什么会有八国联军,他们又为什么要侵华 这都要从前几年说起来,早在甲午战争战败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洋务运动宣告破产,这也代表着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出现了偏差 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同时也象征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的加深 终日签订了马关条约 条约中的允许在华建设工厂,也是给了列强可以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依据 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 从这之后也由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了由资本输出为主 同时各国对于中国这块大蛋糕垂先已久 如此良机岂不把握,也因此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他们频繁地设立租界 租哪里的地来,慢慢扩充自己的地盘 来慢慢蚕食中国的领土 可是昏庸无能的清朝统治者却丝毫没有察觉 或者说察觉到了却没有因此做出什么大的行动在此期间 基本只有一个戊戌变法,但康良二人操之过急 肆意改变传统,又企图兵变夺权 最终慈禧发动废除变法内容,求见了光绪 这也宣告着的变法失败,虽然说变法失败了 但是这场变法间接或直接地觉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 国人的民族优患意识增强 在这期间,义和团运动兴起 他们原来是反清反洋 但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并将其灭亡 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 便打出了福清涅阳的口号来帮助清政府 虽然义和团的初衷是好的 但他们盲目对付外国人,一刀切 无论这个外国人是好是坏,军事为敌人 义和团这般一刀切的行为 也直接导致了德国公使克林顿被刺杀 这个事件也成为八国联军清华的导火索 慈禧也听信大臣们所说的义和团刀枪不入 刻意击败洋人 在克林顿事件后面对各国的施压 直接选择了对八国宣战 不可谓不盲目,不自大,不理智 八国看到这般,也便集结军队入侵中国 义和团也英勇对抗联军 但很明显,在武器和战术的差距下 节节败退,联军一路就要打到北京城 这可让慈禧慌了神 没想到他信任的义和团如此不堪 更没想到因为自己一时的冲动竟会闹到如此地步 他便急忙忙的带着光绪出逃了 一路是逃到了西安避难 后来大家也都清楚 八国联军来到北京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后来更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百年前,那个日本人小川一真能来北京拍摄紫禁城内的景象 背后有着列强侵略中国,用武力占领了北京城的原因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当时的中国过于落后 国家实力过于弱小 这种鸡贫鸡弱现象在清初甚至说是明末就已经开始显现 为何这么说? 因为明朝实行的海禁和清朝实行的闭关锁国 这些政策都不利于当时的发展 也是我国逐步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也直接导致了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长期被列强压迫剥削的局面 小川一真拍摄到的了许多关于紫禁城的照片 对于我国甚至世界来讲也是一份宝贵的照片 这让世人见到了紫禁城内不曾见过的景色 接下了庄严神秘的紫禁城的面纱 向世人展示出了城内的景象 紫禁城是中国皇家建筑的顶峰 同时在世界上也是极为辉煌著名的 这些照片可以说是展示了紫禁城内的景色 虽是破旧但依旧珍贵 后来修复故宫 这些照片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这些照片也是重要的历史史料 给历史学家和建筑学家研究紫禁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也具有景色意义 中国能有今天这般成就 能摆脱列强的欺压剥削 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鲜辈的浴血奋战 我们当今国家繁荣富强 是鲜辈用鲜血换来的 我们应当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也应该铭记历史 勿望国耻 为了国家发展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说起八旗制度 就不得不提到清太祖努尔哈赤 这位雄才大略的女真族首领 在1601年创立了这个独特的军事组织 起初 她只设立了四个旗 正黄 正白 正红和正蓝 这四个旗帜 就像是努尔哈赤的四个得力干将 帮助她打下了一片天地 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大 努尔哈赤觉得四个旗帜不够用了 于是在1615年 她又增设了四个旗 香黄 香白 香红和香蓝 这八个旗帜 就像是八条蛟龙 助她征服了蒙古 建立了后金政权 努尔哈赤的儿子黄太极继位后 进一步完善了八旗制度 她不仅改国号为清 还征服了更多的蒙古部落 吸引了不少汉人加入 于是 黄太极在原有的八旗基础上 又设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这下子 八旗制度就像一棵大树 枝繁叶茂 位为壮观 八旗制度 其实是一种全民皆兵的制度 战时 其人就是士兵 和平时期 他们就是普通百姓 这种制度 让清朝在短时间内 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为他们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说到其主的权利 那可真是大的下人 在清朝初期 其主们几乎可以和皇帝平起平坐 他们不仅可以决定其人的婚姻大事 还能处理经济纠纷 甚至可以影响皇位的继承 就拿黄太极继位来说 如果没有郑红旗 其主戴善的支持 他可能就做不上皇位 随着清朝的统治日益稳固 皇帝们开始觉得 其主的权力太大了 有点碍眼 从顺治开始 历代皇帝都在想方设法 削弱其主的权力 到了雍正时期 其主们的权力 已经被削弱得差不多了 基本上成了皇帝的傀儡 说起八旗制度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上三旗和下五旗的区别 上三旗指的是正皇旗 湘皇旗和正白旗 这三个旗由皇帝亲自统领 下五旗则是其他五个旗 这种区别 不仅影响到旗人的社会地位 甚至连皇后的选拔都要看出身 你说 这制度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八旗制度 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 那就是旗民不得通婚 这条规定一直延续到慈禧时期才被废除 想想看 如果你是个八旗子弟 想娶个漂亮的汉族姑娘 那可真是难上加难 聪明的人总有办法钻空子 有些有权有势的旗人 只要动动嘴皮子 就能把心仪的姑娘收入旗籍 然后光明正大的娶回家 虽然八旗制度让一些人享受到了特权 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比如 有些上三旗的褒衣奴才 虽然身份低微 但因为是给皇帝当奴才 反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在普通百姓面前耀武扬威 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 让很多人感到不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八旗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到了清朝后期 很多八旗子弟变得交涉淫逸 丧失了当初的战斗力 他们享受着朝廷的优待 却不思进取 最终成为了清朝统治的累赘 八旗制度 这个曾经让清朝迅速崛起的力气 最终却成为了 它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从创立之处的锐不可当 到最后的疲软无力 八旗制度的兴衰时 仿佛就是清朝统治的缩影 它让我们看到 任何制度都有其局限性 如果不能与时俱进 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压 今天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 或许应该思考 在新的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一个 更加公平 合理的社会制度 这个问题 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在新的时代 在新的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建议 我们应该如何建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